我们的男主名叫狗蛋 是一家KTV的包房少爷 送走客人之后 他接了个电话 好像是有一个包间里的麦克风坏了 要给换个新的 可是当他拿着话筒来到那个包间后 却发现里面漆黑一片 根本就没有客人 第二天同事小美就说 你又看到了吗 我虽然不像你那么敏感 但有时候也觉得这里不太对劲 都已经习惯了 还拜托狗蛋千万不要辞职 上个月就走了一个老员工 要是你再走了 这家店就真的开不下去了 狗蛋虽然有些害怕 但也还没到要辞职的地步 说完了就准备去整理八号包间 其实这家KTV以前是一栋瑕疾建筑 里面经常发生自杀谋杀等各种死人的事件 狗蛋想想就有些害怕 但工作难找也只能将就着干了 像这样的情况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狗蛋每天都饱受各种灵异现象的折磨 直到有一天店里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原来是上个月辞职的三炮 说约了朋友过来唱歌 自己先来订包间朋友一会儿就来 于是狗蛋就给他安排了八号包间 三炮走后小美就开始八卦 说三炮竟然还敢来这里唱歌 狗蛋有些不解 小美正要细说时 店里又来了新的客人 也就没有继续说下去 直到半个小时之后 狗蛋正一个人清理着前台 可是 狗蛋赶紧招呼了起来 可是这个女孩却说她要去八号包间 狗蛋一愣连忙问她是不是三炮的朋友啊 但女孩却十分不耐烦 一小时之后 三炮来到前台结账 狗蛋告诉她两位一共消费了两千八百九十四元 三炮懵了 我就一个人哪里来的两位 我约的朋友压根就没有来 狗蛋也懵了 刚才明明有个女的也去了八号包间啊 三炮更加懵了 我叫的全都是男性朋友啊 小美见此便问她 那个女人长什么样 狗蛋想了想 刚刚描述了几句 三炮就气哄哄的离开了 显得有些古怪 看了两人一脸懵憋 之后啊从小美口中得知啊 原来啊她看到的那个女人 很有可能是三炮的前女友 因为被三炮无情的抛弃了 所以啊就在这间八号包厢里自杀了 故事也就此结束了 可是 这家人就像是一炮转的 这家人 也无论的 这家人 或者是你说 这家人 可能是金兵 是你 有 有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想看原片的朋友 私信回复原片二字即可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记得点点关注 我是Michael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